在艺文活动的方面没有画风和没才限制的艺术家诺史阿宝 这一次受松原别管之邀展出 洗手子女一起策划的春天小时候大小各自连展 要邀请大小朋友走进向积木国、画自己国、涂鸦国三个国度 来探索回溯最天真的儿时记忆 而展出从即日起到5月9号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没有过度的画风限制 用色、没才和创作方式不受拘束 为在画联市的松原别管 4月邀请艺术家诺史阿宝和他的两个小孩 将早期创作策划春天小时候大小各自连展 透过互动要让艺术融入大小朋友的日常生活 是针对我们在小时候的一些作品 然后包括在现场的一些作品 也都是我以前的作品 然后回头再去看我以前在画这些图的一些 一些样貌的时候会发现 其实就是像我的儿子宽宽跟千千一样 他们也都是三年前的作品 回头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的生命一直在累积故事 现在画的跟以前画的故事 又完全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次连展现场布置了三个王国 用积木去拼凑童年的积木国 彩绘自己也沉淀反思自己的画自己国 还有给大人小孩尽情挥洒的涂鸦国 像这次展览会分三个国 也是想要用童年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回溯来创造这三个国度 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的一个 很放松的地方 所以在涂鸦国里面是 所有大人小孩最喜欢的一个国度 所以在这个展览当中 如果这三个国度你都去走一遭的话 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心也可以 又回到小孩子那样的一个 天真快乐的一个氛围 诺斯阿宝这次带着两个子女 宽宽牵牵 展出油画、装置艺术等作品 透过三个国度 要带领大小朋友一起回溯童年 感受最天真的自己 春天小时候大扫各自连展 此日起在松原别馆二楼 展出至5月9日 欢迎一起走进神奇国度 回忆小时候 记者长邦雁华临时报导